大家好 今天是温客华时间5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5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加拿大迎来多个突发的好消息 首先 西海岸的BC省宣布 新增病例创进百月来的新低 BC省长放话 熔断式封锁将马上结束 下周二宣布解封重启计划 而在东海岸的安省 也在20日宣布了解封计划 预计全省居民可以在8月 全面恢复正常生活 此外 加拿大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人口比例 今天正式超越美国 马上将向以色列看齐 加拿大副首席卫生官宣布 加拿大已经步入缩短两剂疫苗间隔的快车道 所有加拿大人都将有望提前打上第二针完成免疫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BC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医生也宣布 本省20日新增357例确诊 这是自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数字 可以说是近100天来的最低值 本省的活跃病例数也达到了3月1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布尼亨利医生说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曙光 他正在向我们走来 与此同时 卫生官也提醒到 即将到来的长周末旅行禁令人有效 希望大家再坚持最后一下 BC省长贺锦强调 熔断式封锁令将于下周二凌晨零点失效 我相信BC省民们可以再做出一个长周末的小牺牲 来保护那些已经为我们工作了15个月的前线工作者们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省长表示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可以期待熔断封锁令在周二结束 下周二 我和Dr.Bonnie亨利将回到这里 谈论我们的重启计划 BC省的经济复苏部长Riven也确认称 将于下周二宣布重启复苏计划的细节 这意味着下周大温所有的餐厅和酒吧 都有望归赴堂食 就在昨天 BC省的卫生官还首次在发布会上提供了 BC省疫苗接种有效性的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 新冠疫苗正在BC省发挥强劲作用 我们的疫苗非常有效 接种单剂疫苗21到28天后 一个人在社区里传播新冠的风险就降低了70% 亨利指出 这意味着我们能预防拾起感染里的七起 目前已有254万BC省居民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相当于全省总人口额的50% 从本周三5月19日开始 全省12到17岁的新少年都可以开始注册接种疫苗 不止BC省 加拿大全国的疫苗接种运动都进展审速 截至5月20日 49%合格加拿大人将完成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超越了美国的已接种第一剂的48%的成年人 专家更指出 按照目前加拿大疫苗接种的速度 不到一个月后 6月中旬 加拿大的一剂接种率就将和以色列看齐 而随着大拼量的新冠疫苗不断涌入加拿大 加拿大副首席卫生官透风称 加拿大已经步入缩短两剂疫苗接种间隔的快车道 所有加拿大人都有望比预期更早接种第二剂疫苗 显然加拿大的新冠疫情抗击战正在取得振奋人心的进展 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BC省解封前的最后一个长周末 也就是本周五到下周一 请大家一定要沉住气 不要违规跨区旅行 随着房价的不断飙升 加拿大央行在今天发出警告 家庭过高的负债率和住房市场的不平衡在加剧 专家们担心这会让全国经济更加容易受到冲击 加拿大央行在其对金融系统的年度审查中说 与获得收入相比 许多加拿大家庭都在承担了大量的贷款 这限制了他们应对亦发金融冲击的灵活性 一旦出现诸如失去工作这样的意外 那么他们将会无力负担沉重的贷款 虽然说加拿大的消费者债务 自2020年初以来有所下降 但房屋的抵押贷款债务却急剧增加 直接就抵消了消费者债务的下降幅度 央行指出 自疫情开始以来 家庭债务的总额增加了4% 自去年年中 随着住房市场开始升温 家庭债务也跟着急剧回升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房屋贷款 房屋贷款上涨的原因之一就是飙升的房价 央行在报告中说 相较于一年前 全国的房价上涨了23% 同时加拿大地产协会在本周也表示 4月份加拿大售出的房屋平均价格达到了69.6万加币 与5年前房价上升主要集中在多伦多和大温地区相比 央行表示 最近的房价飙升遍地开花 在各个城市中都很普遍 在央行看来 大多伦多地区 汉密尔顿和蒙特利尔的市场已经过热 而沃泰华正处于过热的边缘 房屋贷款上升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随着房价的上涨 市场上出售房屋的供应质后与需求 一些屋主担心 照这样下去 今后更加买不起房了 不如咬咬牙 现在就买 央行对此也发出警告 一些家庭在申请新的房屋贷款时 贪心不足 舌吞象 硬着头皮 也要贷款 只要他们在续贷的时候 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 虽然在疫情期间 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援助 以及央行推动利率下降的工作 帮助家庭和企业们守住了财务底线 而且不仅如此 如今许多人的情况 都远远要好于之前经济衰退期间的预期 不过央行在报告中说 这种繁荣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经济反弹 但如果经济继续下滑 那么这些家庭将不得不削减开支 很可能会导致未来的破产 报告表示 市场上疯狂的购房活动 和令人不安的抵押贷款数字 让人回想起了2016年 在当时政府开始对房屋贷款申请进行压力测试 来确保买家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还得上付款 如果房价和家庭收入在未来因经济受到冲击而下降 一些家庭可能需要削减开支 这将减缓经济甚至可能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压力 为了防止经济崩盘 目前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正在研究收紧对无保险抵押贷款的压力测试 特鲁多的自由党也被要求对有保险的抵押贷款采取类似措施 除此之外 在上个月的联邦预算提议要求对控制房产征收1%的海外买家税 央行表示 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减少住房市场的投机需求 央行行长麦克汉姆也表示 大家都需要明白 利率不会一直这么低 不管是借款人还是贷款人都需要确保 在利率上升的时候还有能力偿还债务 加拿大的华人小伙伴们 很多都很喜欢中国的家具 款式更多 物美价廉 但是如今还是且买且珍惜吧 虽然说通货膨胀什么的都涨 怎么突然一下子买个中国制造的沙发都成了奢侈了 萨省的一家零售商说 它必须与64位以前的客户保持联系 这些客户都已下达了订单 但是还必须让他们了解关税 因为它目前无法列出沙发和躺椅的价格 不止如此 全加拿大各省各地的家具店都担心 新一轮的关税将对客户的承受能力产生影响 加拿大零售理事会表示 农村地区的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受到伤害 这是除了新冠疫情外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大流行和全国各地不同的限制 小企业勉强生存下来 如今又这样 加拿大零售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安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加拿大已经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一些沙发和躺椅 分别征收高达300%及100%的关税 这是针对相关国家的补贴及倾销政策采取的反倾销行动 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公告 目前反倾销关税是一个初步的决定 据Global News报道说 边境服务局表示正在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倾销和补贴产品进行调查 最终决定将于8月3日做出 边境服务局称 如果最终做出的决定是维持该关税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将就加拿大制造商受到的损害程度进行调查 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今年5月5日发布的通告 该局根据特殊进口措施法第38一节 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某些软店座椅进行有关清销和补贴的初步裁定 现在将对2021年5月5日或之后海关发布的目标货物征收临时关税 边境服务局的公告说 如果认为清销和补贴的金额未不足道 调查将继续进行 但无需支付临时关税 对来自中国的相关家具征收的临时关税 从20%至295.9%不等 对越南产品临时征收的关税为17%到101.5%不等 网友说 最近要买加拿大制造的椅子 但是至少要等6个月 如今进口的中国制造被加征这么高的关税 小制造业城镇要消失了 还有网友说 加拿大制造厂商3到9月不能交货 中国制造即使加了关税 也比加拿大制造的便宜 这样太不对了 报道说 对相关清销和补贴的调查 是由加拿大制造商的书面投诉引发的 边境服务局在去年12月启动了相关调查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其裁定中称 发现有合理的迹象表明 在中国和越南制造的软电座椅的补贴及清销做法 已经在损害或正在威胁要损害加拿大国内家具制造业 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公告中 已经列出了 需征收反清销关税的公司 在中国有28家 在越南有7家 根据加拿大会议委员会的最新数据 加拿大BC省温哥华金融业成功挤身全北美十大金融业和全国前三的排名 这份报告详细的分析和对比了加拿大各个城市金融部门最近的进展 从而得出了一个名单 在这个数据中 金融部门包括了银行 保险 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所等领域 报告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 金融行业产生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任何其他工作行业都要多 在整个北美地区 温哥华是北美第八大金融中心 排名高于旧金山和卡尔加里 世界范围内 温哥华排在第17位 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 温哥华排名第三 仅次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其中多伦多被评为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 世界排名第八 比上海和法兰克福都高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